曾子曰 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有若无 实若虚 犯而不教 习者无有 常从事于私矣 这个善于观人 他观察言辉是一个什么人呢 以能问于不能 虽然言辉才能很多 但是他会请教不能的 这个人言辉会了十分之九 这个人只会十分之一 言辉就把他十分之一的请教过来 所以言辉是十分之十 那个人还是十分之一 这就是言辉厉害 那以多问于寡 言辉是懂得很多人问于寡 那个人把他告诉言辉的时候 言辉懂全部了 那个人还是寡 所以 我们就台语说 做老书的都数了了 那这个是 赞叹言辉 赞叹言辉 这个是 第二个呢 有若无实若虚 言辉学 孔子是这样学 怎么学呢 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孔子就是这种人 你怎么知道孔子是这种人呢 孔子叫做入太庙 美是问 不是这种人吗 所以你要论语讲论语 你每一条都通 那再来有若无实若虚呢 是讲言辉自己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是言辉学孔子 有若无实若虚 是言辉自己 言辉自己武功高强 有像没有 实在像虚 中国武功高强 不是这样 武功高强 出来像没有武功 第三个呢 言辉的待人 是泛而不教 冒犯他 他也不计较 也不会包袱 所以你看 雪如然说 这句话 把言辉 人生三个特色讲完 第一个 言辉怎么学孔子 第二个 言辉自己的气象 第三个 言辉跟对人家 泛而不教 请问 雪如然就上课五文 博士写的 论文写的五万个字 能够交代什么 五万个字看完 不晓得他会写什么 人家一句话 全部讲完 喜者无有 常从事与 我的朋友言辉 就是在做这样 这就是言辉成功的秘密 所以你看 论语是不是都是 圣贤成功的秘密